基金会的小海 我在上一次黑客送的时候有来过提案 就是违章工厂举报辅助器 好哦 因为我们等一下那个需求是有工程师帮我们写好 因为我基本上还是个科技麻瓜 我不是很清楚我的需求叫做什么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直接用看这个 那我先开始讲好了 就是上一次有稍微简介过 就是因为台湾的农地上面有非常多的违章工厂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检局 那他们现在的方式就是一一打电话到我们基金会 或者是打1999 就是其实要检局违章工厂需要蛮多的资料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检介违章工厂相当的危险和污染很严重 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我接在消防小帮手后面的话 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 因为这是前两天才发生的火灾 如果你要找消防酸 你在农地里面怎么找消防酸 基本上你找不到 因为农地不是设计来盖工厂的 因此不会有消防酸 因此每次当消防员去救火的时候 就是违章工厂在火灾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没办法取得水源的 以及他们的路是 他们的那个水源车是进不去那个农地违章工厂 因此就是我们很希望说可以把这些事情 就是把它处理好 那怎么处理好呢 全台湾现在大概有13万间违章工厂 每个月包括我们 包括地方的团体 很多人都在接到违章工厂的检举 就是上百件 但这件事没有办法发生被拆 原因就是当你一个人一个人去检举的时候 你可能资料不够完整 因为它可能需要地段地号工厂类型 然后也有可能你知道就是 一些行政怠惰的部分 它就会让你冗长的被拖过去 因此当我们就是地球公民基金会 就是发现把所有一些很多的检举案件 集合起来 然后去举报 而且必须匿名 因为我们somehow不知道为什么 检举的民众都会 名字有时候被工厂主人知道 因此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 是可以让他们匿名举报 然后我们可以整包就是决定好要怎么样 去跟哪样的地方政府去举报 那大概流程就会这样子 就是你是一个民众你看到违章工厂 然后你打开了这个平台 你拍照编辑资料上传然后举报 我们会会整以后 然后就会传 那这是我们之前是一个google表单 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相当华美的wild friend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去了 因为上一次其实遇到了很多的 就是朋友一起进来帮忙 那我们在2020年的1月1号 这个母法要实施之前 我们就希望这个平台可以上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工程师 设计师 然后我们两周会聚会一次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来 是要征工程师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一位工程师 但还需要一到两位的前后端 那目前的东西就是有国土科学的资料 然后已经有地号转地址的资料都有 然后做一个web 就是做一个网页做开发 然后每两个礼拜会聚一次 那团队里面已经有设计师 是可以画设计图 所以就是欢迎今天大家多聊聊 多参加 或是你本身自己是设计师 或是对伟商工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那详细的开发需求 大家可以点到那个hack folder上的hack.com 看哪些程式语言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来找我吧 拜拜 拜拜